女司机是没有国界的,生产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,相信不少朋友都目睹过女司机的惊人壮举,或者与之有过奇葩遭遇,女司机的段位高于新手司机,还能一招克制老司机,路上跑着的车不放过,就连路边安安静静的代售车子也不放过。 在挪威就有这样一个女司机,刚拿到驾照估计很兴奋,就和刚买了貂皮大衣同一个道理,转身就找了奥迪4S店,要开辆A6一线身手,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老司机的陪同下,可能是试驾的前十分钟给了这位女士秀明山车神的自信,后十分钟事情的情节就转洗为悲了。 女司机飘飘然,油门刹车傻傻分不清楚,到座偏锋,撞上了车场内无辜的奥迪车,但是一辆无辜受伤的奥迪并没有结束这场悲剧。 六神无主的女司机直接开着试驾车,对着停车场里的奥迪新车一阵狂怼,让21辆奥迪陆续面目全非,好在车虽毁,人物爱。 不过回过头来的女司机和4S店员员心灵阴影的面积应该都是无限大吧。 奥迪A6在欧美地区售价最低的也是4万6千美元,即使按照这个价格来算,这位女司机一脚下去100万美元可就撞没了,惨。 由于是新车,保险也一辆没买,惨加惨。 不知这位女司机的老公有没有从老婆的电话里听到钞票灰飞的声音,这么多毁容截至的奥迪车,有办法挽救吗? 没有,要么按机上秤卖飞铁,要么修好了当二手车卖,无论哪一种损失都不是一点点,心疼这些还没有见过花花世界的新奥迪三秒钟。